大家好,我是双 欢迎来到星期的腰尾视频 本期介绍的是二狼骑士团 在作品中,主要事件发生在东芝大陆一休加二 而这一个大陆是由一个名为菲尔雷王国给统治者 并且旗下有一只堪称是都市传统存在的部队 那就是我们本期的主角二狼骑士团 他们是暗中效力于王国的独立部队 有着王国最强无畏处形人的称呼 由当代王国的国王赐予特殊权限 能够在奈洛宫中对罪人执行死刑 可及阿卡迪欧斯所言,那乐公之所以无人生欢 也就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 毕竟罪人看到他们就等于死路一条了 他们每人都有一种魔法 而且都是为了杀人而创出来的魔法 可以说是天生就是为了杀人的部队 虽然他们一名为二狼骑士团 但实际上又不是一个普通的骑士团 毕竟一般的骑士团应该穿着一只性的衣服 而他们都穿着不同的师服 就像他们所说,穿成一只的话会很显眼的 所以在《妖尾解散》的篇中 当纳兹上在王国发出了邀为会回来的信息后 被集团命令追捕纳兹 这里的二狼骑士团便化上了同一的蓝色服装 接下来我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有关二狼骑士团成员们的信息吧 卡玛 卡玛是二狼骑士团的首领 一头紫色的头发 带着一个金属面积来覆盖自己的夏年 甚至是一个铠甲 以及一件黑色年帽抖风的男人 他所随着魔法为年刀魔法 最后有两把年刀都有不同的用处 最后拿着年刀会是用来砍罪人的魔法 而右手拿着年刀是用来砍罪人的手机 他的性格对王国而言 感染出极大的忠诚感 因为无条街去杀死被送往奈洛宫的罪人 同时很信赖部下们的实力 认为他们不容易被打败掉 在故事中 就和队友们遇上了被命令处刑的纳兹等人 最后还单独遇上了纳兹 卡玛替纳兹赶到他的人生短暂 就让纳兹应该要为自己的罪孽忏悔 便开始向纳兹对上了 经过数字的交战觉得纳兹很轻盈 一直闪躲着他的攻击 便让纳兹身上出现罪行的手掌标记 被以初心计 正义断头台 把两把年刀拼在一起 总是会追踪人的力人去追杀纳兹 但依旧伤害不到纳兹 纳兹还尝试以自己的火焰打过去 那被卡玛做的年刀给砍灭火焰 最后被纳兹以物理攻击破坏了年刀 后被火龙的铁拳给击败了 最后卡玛与队友们以及王国局 一同围攻想要逃出去的纳兹等人 最后他遇上了莉莉 一人一毛便嚼张了起来 这里的他把自己的面具卸了下来 展触其真面目 不停的劝告莉莉收手 并他们需要维持王国的和平 所以必须要处刑罪人的 最后他们被突然袭来的 来自未来罗格的影子 给吞没而消失了 在此后 瑞士子们被破坏 及未来罗格消失后 也因此回归到王国了 除了记得败给纳兹等了 留下了心灵阴影外 其实都完全没有事情了 涅帕 涅帕是二郎集团的成员 一头橘色的头发 并只呈现三角形 专门着一套背面 写着Excelerun字眼的夹克 以及身材满壮的男人 他所谓的魔法为酸液魔法 就记得酸液很有智性 表示可以融化一切事物 他能够从身体部位 产生出酸液来攻击对手 最难看到的是通过手去闪身 还有一个奇特的习惯 总是会咬着一个汽水瓶 他里面的液体总觉得永不顾结 不停的都可以喝下去 却也只有他的魔法本体有直接的关系 在故事中 涅帕在处行腰围众人时 遇上了被分散的莉莉 一人一毛便展开了战斗 经过了数次的交战后 莉莉陷入了困境中 认为涅帕是一个只会耍嘴皮的人 只会打败超过自己的人而已 但莉莉表示 自己绝对不会输给任何好的人 便尝试去找方法 结果认为自己的剑 会被他的酸液给融化 将自己的战斗模式 就快到时间时 这时莉莉想起 也曾经和各界锻炼的时间 认定坚韧的精神 以及肉体才是最重要的 就以钢铁抑制的心意 把涅帕的处行剂 全方位脂酸给砍掉 而打败了涅帕 在这队友们迎战 纳兹等人的时候 追上了问题 但最终无狗给涂抹了自己 鱼柱 鱼柱是恶郎西亚团的成员 一个可爱突了前方 但头部有些尖尖的黑发 一对可爱如同美貌画红的眼睛 有着一个看似拉成的嘴巴 穿着一个相似渔民的短袖衬衫 时会有着一面 带有鱼画像的妻子 是被嘴上总是挂着笑容的男人 在剧中 他有一个可爱的口头产为大 以及对待于 有一种独特热情的爱 这样可以看到很想吊鱼的他 鱼柱的观感 是一位很轻松的敌人 毕竟脸上只能挂着微笑的表情 即使说 自己受到侮辱时会很生气 但其面部表情却完全没有变化 感觉上在一直开玩笑那样 所以陆琦他们才说 他像一个小罗洛一样 及阿尔卡迪欧斯所言 被他处行过的人都事故无存 这就要提到他的魔法了 他首先让魔法与空间魔法 地形效果 可以控制某地域 并且使得地域的地面变化成不同的地形 在故事中 鱼柱在处行要为众人时 于是被分散了 露西、玄奈、哈比及夏露露 一开始便被哈比包袱里的鱼给吸引住 便以魔法把哈比引过来 然后拿走鱼后 便开始交战了起来 他便创造了熔岩带 迫使地面分裂 开始露出下面的熔岩池 当露西的玄奈开始掉落佛坑时 便被哈比尔下露打完去帮忙的 那被他用重力带给阻止前进 一把的阿尔卡迪欧斯 为了能够实行日式计划 决定牺牲自己 跑过熔岩坑去救露西的玄奈 致使得宇宙感到震惊以及质疑 竟然有人类可以穿过如此灼烈的熔岩坑 这个阿尔卡迪欧斯被失踪做的心灵给救了后 出现了能够自由穿过我们的洛基 才得知是洛基帮忙找回心灵钥匙 便开始进行的反击 这一段动画调了不少的戏份 首先他使用了重力带以及强风带 而露西他们被迫以处女座 把露哥挖洞去躲避那个强风 一旋来的天平座 来不了去抵消重力效果 最后使用了寒冷带让露西他们感到寒冷 但过后还是被露西他们给打回 这的鱼柱说自己变得更生气了 然面部表情依然没变化 露西便和他再次交战了起来 以各种心灵去和他玩爽 还可以看到有着各种各样头发的他 接着玄奈将来是双鱼做比斯凯斯 一开始他还被鱼的造型给吸引住 开始玩热起来 就被变成人形的比斯凯斯给教训 直接使用了宣摩带死了人形的比斯凯斯 因为弱点而被迫变回了鱼的形态 这次聪明的露西看到是水后 便想起来的那位大人 将来是水瓶做阿奎亚 结果在阿奎亚的合力下 结果把鱼柱给打败了 结果在这对我们迎战那时的人的时候 对上了那只双方还打着有来有往的 克斯摩斯 克斯摩斯是二郎其中的成员 一头粉色的长发 有着不错的身材 身外这粉色的无间带外套 配上一个绿色的迷你裙 他喜欢美丽且优雅可爱的东西 不像竟然挂着美丽这个字眼 会很诚恳的说出自己喜欢 以及不喜欢的东西 比如喜欢可爱就像文迪一样的小女孩 也讨厌浮夸的男人 就像是一直聊自己的洛基 他属性的魔法于召唤植木的魔法 类似可以吞噬对方的孩子化 可以造出犹如黑洞一样的吸收 重立场的成长气流 还有其他等等的子墓 在故事中 当腰尾众人发现到阿尔卡迪欧斯 受伤到来的地上时 美丽的克斯摩斯从一朵大花中出来 并且变合 卡美加开始对照那只以及文迪 眼看应该是那只和文迪会站上房的组合 那被他以及卡美加 算了美丽的配合给一一解开了 并且也非常漂亮的还手 接着卡美加以一堆灰色的纸张 拼成了镜子 精神如同幻觉一样的存在来困住文迪 文迪便通过棉龙魔法把纸张给吹走了 他却被他的孩子花给包围着 便困在了里面 他便说文迪将来在里面被消化掉 并且会重生为一朵美丽的花 这里的他比他幻想出变成花的文迪 虽然文迪竟然要重生为花石 一旁观察了米拉使用了撒旦之魂 就下了文迪才得以解开 后后卡美加使用了紫吹血 紫字物 来把腰围就能束缚在原地 而他便召唤出成长气流 让花朵尽掉他们 让他们差点被其植木给吸进去时 作出了文迪时 状态异常恢复了天空魔法 让他们得以操控回自己的身体 便激活在成长气流上 这也导致隐风了一个大爆炸 而爆炸场的震动 使得大家都分担在一起不同的地方了 最后卡斯摩斯单独遇上了文迪 认为比起形容文迪为美丽 不如说惹人溺爱才对的 但依旧还做好自己处形的本分 而开始展开了战斗 可是摩斯招案出很多魔法素果的树 然后请文迪吃一场好的 但文迪拒绝而到处躲开这一餐 文迪看到面前的魔法素果 就想象到自己所讨厌的酸梅 他表示这种素果比起酸梅而言 还要酸上素舌碑 便直接展出酸梅连给文迪看 所以他没看到都有共鸣的感觉而远了过去 当文迪默的从云线塑醒过来后 他认为反正有难得的机会 并想到文迪可以想象最后的好眠 便找到处真案江梦 让花朵上就有着催眠效果的报纸 一旦文迪因为这个报纸而睡着的话 那么便再也没机会再次梳醒过来的 是一个死之魔法 可是摩斯以为文迪就这样死 所以死过去时开始唱起歌来 这一段原作吗?并没有 虽然只有一小段但挺可爱的 当他唱到一半的时候 文迪的问句却惊讶了他 至于文迪到底几时梳醒过来的 文迪表示自己是资源带来工作的魔导师 所以对于状态异象的魔法是对他没效果的 便开始向文迪还手 对于文迪欺骗了自己 不再是可爱以及娇年的女孩了 找完处的报纸 炸弹 零花 年花 去 猛攻 文迪 指着文迪选择不再逃避而正面迎战 想起纳指卫说的行动将进行反击 结果文迪照破天空窗击败了克斯魔石 卡美加 卡美加是二郎极端的成员 一头黑色长发 有部分头发绑成一个环屁 用白色蝴蝶结绑起来 同时有一个向上卷上去的刘海 算是一件无序的黑色年生裙 他给了感觉有点冷酷无情 就让疼爱罪人为乐 这件可以感觉到他在疼爱罪人时 会让自己感到兴奋 有点多黑身份的体质 他首先用到魔法与纸张魔法 紫萃血 能够让自己操控纸张 可以创造出不同效果的魔法 每一种颜色对一种武打以及生命 最终比较常出现的有 代表着红色的赤之物 火焰之神能够有火焰的效果 代表着紫色的紫之物 束缚之神能够束缚对象 以及代表着白色的白之物 萃血之神能够冰冻对象 就像康米家的身体也能如同元素化一样 在受到攻击时 转变成纸张去躲避伤害 在故事中 康米家在处境要为重人时 遇上了米拉 他便开始进行一面导致 念在着米拉 认为米拉不像所谓的 前XC魔导是魔人米拉针 便继续以各种各样的舞蹈 去疼爱米拉 很想着米拉受到的痛苦 但认为还不够有趣 便使用了紫吹血 瑞之物 代表着毒之神 这位毒上范之 让人身体剧痛的毒素 便还加重分量 好让米拉可以感到更加的痛苦 而自己就会更加的享受 这一个瞬间 米拉认为 康米家魔法的力量 不应该用来杀人的 但如果力量不够强大的话 却无法保护好自己所爱之人 而感到有点矛盾 这时的米拉 其实说的矛盾 其实是自己 如果身边有同伙伴的话 自己会压抑这起强大的力量 但在一个人毒素的时候 就能使出百分百的力量 米拉这时 瞬间便切换成 杀战之魂的形态 把周围的毒素 都给泄露了体内 可是她感到惊讶 毕竟对于米拉而言 毒素可是作为恶魔的 她最爱的食物了 他们一家眼看不太妙 并以各种舞蹈 去限制住米拉的行动 先是使用灰色之舞 守护之神来保护自己 使用蓝色之舞 封之神来逃离米拉 先是使用了电蓝色之舞 爱之神来包围米拉 就唤醒出 米拉有关在内心里的心灵创伤 也就是当年 爱佛们暴走 意外杀死地上的这件事情 你看以为 在成功让米拉堕落其中时 米拉却从中逃离了出来 认为自己找克服了心灵创伤 想让自己算得蛮幸福的人了 毕竟可以借回自己 以为死去的妹妹 认为魔法是一种 可以推了一把向前脉性的力量 像卡美加这种完全不了解 想要保护心爱之人的力量 到底有多强大的人 是不可能打败自己的 就算米拉成功的 把卡美加给打败了 也就是因为这次的败北 她觉得米拉是一个很恐怖的女人 所以在这队友们 迎战纳斯等人的时候 看见现场没有米拉而感到安心 便对上了露西 双方展开了一些交战 结果被未来罗格的影子给脱走了自己 只有曾经的他们 判定为纳斯等人为亡国的罪人 但在最终章中 也愿意站出来去献住一份魔力 去指使纳斯等人来封印出黑龙 这是一个不错的好组织了 所以顺便补一个有趣的奇外故事 在原作漫画第37卷的 询问环节中 就有提到 二郎西端曾经的设定是来自新漫画狗仔的某个计划 让读者提供自己设定的魔导师 最终被真导老师采用才正式放进去作品的哦 除了首领以外都有读者精致设计的 所以首领卡玛在原作漫画中是没有名字的 在动画中才有名为卡玛这个名字 米拉在这个环节还提出一个很直接的名字 就叫做年道吧 我个人觉得挺有趣的情报 就分享给大家来了解一下吧 那以上为短期视频 二郎西端的全部内容 希望大家可以重重了解到一些故事的设定吧 如果有任何遗漏或者错误的地方 上面可以在留言区就证我一下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吧 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 我是叔好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